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天氣真的不錯 剛剛提到了今天是JC康的十週年 我想要趁這個機會 大家要不要給JC康工作人員一個鼓掌 我覺得十週年很難得 對 真的很難得 然後我們也很開心的 今年也可以繼續的贊助JC康 JC康我們也從2017年一直贊助到現在 所以我們很開心能成為大家的一份子 跟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今天有一些公司的內容要跟大家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LINE當初是怎麼成立的 我們是2011年因為 因為311大地震 然後我們透過訊息的方式 讓在日本的一些 有一些家人想要了解他們家人們安全 朋友們安全的時候 一個成立出來的訊息軟體 然後其實在這幾年的發展過程中 我們有許多的新的變化 比如說我們有人工智慧 我們也有區塊鏈的發展 然後大家可能最近 應該很多人有疑問就是 我們好像換公司名稱了 對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其實已經 LINE跟Yahoo Japan已經合併的叫LY 所以其實順便宣導一下 你們不用擔心 如果收到簡訊告訴你們說 因為公司改LY 然後什麼 要你們輸入電話的 那一定是詐騙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說 其實並沒有任何 LINE不會透過任何簡訊的方式 要求你們輸入個資 LINE不會透過任何簡訊的方式 要你們輸入個資 很重要要講三次 所以 LINE不會透過簡訊 要你們輸入個資 所以你們絕對不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好 然後今天是開發者開源大會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是LINE其實有非常多的開源的套件 那你們可以使用看看 然後今天甚至我們有講者在這邊 第一個是我們的Armeria Armeria是我們的MicroService的一個package 你要建造一個非常高效能的MicroService Armeria會是你一個在Java上面很好的使用的選擇 那它支援相當多的東西 像GRP Thrift, Carling, Reality Stream 各種方式都可以支援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使用這個套件來建構你們高效能的Service 那今天下午三點 今天下午三點我們也有講者從韓國過來 他們是我們的主要的開發團隊之一 我們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聽聽他們的議程 然後去跟他們了解相關的內容 下面有一個GitHub的位置跟Twitter的位置 現在叫XS嗎 另外一個是你們在做MicroService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要管YAML檔 XML檔 各種INI的檔案要怎麼去管理設計 然後你改了以後 上傳了一個變更之後 你的MicroService會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會不會知道說它有版本控管 會不會知道這個東西要重新 哪些做Hard Reload 這些東西你們可以使用Central Dogma來去管理 這兩個也是我們非常好用的套件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GitHub 然後那個全部都是開源的 好 大家找完了嗎 OK好 好 並且我們今年在三月 我們也有加入了OpenChain 所以我們其實在公司內部的開發軟體 或是做對外OpenSource的開發 我們都相當符合國際規範 這件事也是可以很開心的跟大家宣傳一下 最後最後 今天主要來的目的是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其實我們有一個有薪水的實習機會 我們想要開放給所有的大專業院校的學生 它是一個一年一年的有幾指的實習機會 為什麼是一年 因為我們希望同學們來這邊學 我們真的從Squam Meeting教你們 教你們怎麼樣去參與大型專案的開發 讓你們真的有機會在這一年的途中去參與 比如說一些小型活動的某些元件的開發 我們也希望如果你們有朋友 有親戚 現在還在讀大學的 或者在讀碩士班的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在11月 即將要開放履歷的頭地 所以你們有同學 朋友或是兄弟姐妹 他們是想要去找個大公司實習 那我們也很希望各位可以來來這邊實習 跟我們一起成長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